小學以下只要因為不管怎麼樣停止實體上課後 家長同時一定要有爸爸或媽媽能夠在家裡來做照顧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我小學童的家長其實一直在care就是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那有一些首長或說先事長他們也建議說 是不是要開放打疫苗 這部分會跟指揮中心這邊來商討嗎 我想這個才過去這幾天的討論裡面 整個議題是有特別就翻譯的方面 指揮中心也做這方面的提出 那因為以現在防疫的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匡列確診者足跡跟找到密切接觸者 這才是防止高風險的最重要的考量 那對於這部分因為小學以下 我相信家長幫忙確實是會擔心 但是也要特別提到的是說 同這樣的一個匡列其實一旦發生 班級裡面有這樣的確診者的足跡 其實即刻採停 這個部分對學生在健康安全上面 其實也是能夠支持做到好的防護 那因為小學以下也面對一個很實際上的問題 小學以下只要因為不管怎麼樣停止實體上課後 家長同時要一定要有爸爸或媽媽能夠在家裡來做照顧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那麼因此在我們防疫上 能夠從班級來做一個非常密切的觀測 甚至匡列採取必要的措施 其實在這一層上面 其實已經考慮到能夠讓孩子在最短的時間內 免疫情擴展的這個風險 那至於到全效性的這部分 我相信也是從過去兩年多來受累積的經驗 不然是在這一層